单次下载变成P字下载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刚刚主要就是改几个地方 我再把这个Mark起目提示一下 其实就加了这个 然后再加一个Core这个股市下载 所以往后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 反正大概的方法不外乎是这些 一定有个回圈 这个回圈里面中间一定会取得什么样的名称 然后你就Add 这个都固定的 再重新命名 底下就做你要下载的东西 跟前面那个批次查询关系差不多 先单次再批次 批次筛选完放在新的工作表里面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会有批次的时候 相对的可能会 尤其是网络下载会让使用者等待 可是等待你需要给他一些讯息 不外乎就是用那个Status Bar 这个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下载的下方 然后用Application.Status Bar去更新 左下角的这个讯息 可是这个讯息恐怕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至少是一种方法 所以你当然可以加一下这个刚刚有demo过 请各位也许可以把这一行复制贴上去看看 另外的话把那个更新给关闭 接下来我觉得比较好用的应该是那个状态 那我们未来也许可以给他一个固定的SOP 以后如果说你要有这个东西 前面有写过嘛 所以第一个 一请各位自行建立一个表单 表单建立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这个表单还蛮简单的 一请你在这边按右键插入一个那个制定表单 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可以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二的话把这个名称我习惯是把它叫Home 但如果你不叫Home 预设Home外也可以来 只是说习惯上就把它改成叫Home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我的Caption 就是上面的左上角这个名称 也许让它更新叫下载进度好了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把它的Caption 他这边有个属性叫Caption 把它改成下载进度 然后呢我希望能够让它更新 那至于它的宽度 之前我们好像用200 不过200感觉好像不够宽 所以怎么样可以这样点击 这个Label有没有 拉一下 那宽度大概用400好了 不过宽 设定哪些哦 第一个这边改PB 其实好像之前我也有画图了 反正你就照这个图吧 不会的话以后照着做总不会做错吧 然后变红色 把它Caption 改成没有东西 Enter一下 再来的话它的宽度改成400 好四个地方 Enter 好那当然你可能改了400之后 它可能有可能会比那个你的表 这个啊就是表单还要再更宽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稍微调一下 不过我是建议啊 你刚开始程式还没转写完 旁边先留一个 因为等一下要点它两下 要把它改成user phone被activate的时候 那因为我在什么时候会需要跑那个呢 就是当它启动的时候 那刚刚我们是把那个程式 写在哪里呢 我们刚刚是写在模组里面 不过可能比较好的做法是把这一段 批示新增工作表这一段程式 请你把这一段程式呢 把它复制 到哪里呢 到表单的activate 这个啊 当这个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把它贴到这边来 OK 也就是当它启动的时候 我去做刚刚那些事情 因为你除了做那些事情之外 你还要顺便更新一下画面 那如果你分开的话 之前我们那个范例好像是分开 分开有时候比较不好控制 那如果我们这个范例是 直接把程式放在这边之外 我们再去怎么样 随时更新 一边去下载 一边去更新 跑完了嘛 跑完我就更新一下 所以在这个user phone activate的地方 我先把程式贴 至于要改哪些 它才会work 等一下再来看 基本上 这个逻辑上 你可以自己再推敲一下 当然我前面讲过嘛 可能你那个 第一个一定是pb的什么 .wise 要先怎么样 先归零嘛 还记得吧 等于零 这件事一定要先做 为什么 因为它启动起来 它一定是完全还没跑嘛 不然怎么可能一跑就全部满 不可能 所以pb要先零 好 那接下来呢 你需要知道哪些事情 可能你需要知道就是 到底你的肋骨里面有几个 然后呢 有没有 你必须要几个 然后去除以 有没有 它的宽 四把要除以几个 然后每次就跑一个 每次就跑一个 应该了解那个逻辑 那只是写在哪边比较ok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待会再来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请各位第一个 先建立那个 下载进度的那个表单 把表单建立起来 然后 当然以后不见得一定要长这样 你反正你喜欢别的颜色 必须要红色 你按 然后宽度你要多少 也不一定是400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大概 因为这400比较好整除 而且比较好计算 接下来的话 我们程式 要做哪些 第一个 把那个什么呢 那个 先归零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那个 状态列先归零 把它归零一下 一定要归零 不然你不归零 一刚开始就满的 怪怪的 对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你要做什么 你需要更新 所以更新在哪边更新 我的习惯在NAS上面 跟前面一样 那怎么更新它 很简单嘛 PB 就是那个状态列 就是Label 电 WISE 它的宽度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时候 你就要给它一个计算的公式 那我前面讲过 跟什么有关呢 跟I有关 因为你第一次嘛 I是从 那个 从二开始 所以必须先给它减掉一 因为每一次都更新一次 然后乘上多少 乘上 就是总宽度是400 可是400你要除以几等份 那几等份 这边的话你可以400除以几等份 不知道 可能是一个R吧 OK 假设这样 然后 可是问题这个R现在有产生 现在R没有产生 所以我是把它先除以几等份 就是说要来总宽度 除以几等份 每次就更新一等份 每次都更新一等份 对不对 那这个R怎么来的 其实你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边的 有没有 自动去抓到最下面一列 但是因为现在是写词的 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加个R等于 对不对 然后把它怎么样 先这个东西拉到上面来 然后呢 后面2就把它改成R就好了 将来不就抓到最下面一列 因为我刚刚是把它改成10 所以R等于10 2到10列 所以有9 就有个 所以我就400除以9 刚好就是每一次要更新的长度 对不对 这还是小学数学题 应该一点小 我觉得有时候小学生来学这个 好像还蛮恰 我觉得比较具体 因为以前我记得小学 学的那个数学都很抽象 让你好像还要想象 可是而且好像不见得那么实用 不如你来写 小朋友如果刚开始 从小就开始学程式的话 哇塞那长大不得了 以后呢 虚拟世界对他来讲 那就会非常的容易 OK 然后R 不过R必须要减1 为什么要减1呢 因为上面有个蓝位名称 有没有 对啊你看 比如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减1 你如果不减1 比如说我这边感受向下10 可是实际上他只有9 为什么 因为还有蓝位名称 OK 所以应该知道为什么要扣掉 因为如果有扣掉1 变更新起来怪怪的 但是这个减要先减 所以记得这个也要刮护起来 OK 好 这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呢记得要让那个画面给他更新一下 repent 所以前面我讲过嘛 home 怎么样呢 点 repent repent是把它重画一下 重画一下 记得 他跑完之后呢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表单怎么样 把它 因为他秀了嘛 那跑完了他还卡在那里干嘛 他就跑龙套了嘛 所以退场了 所以最后记得 他跑完之后呢 点什么呢 点hide hide是隐藏起来 不然他一直卡在那里 诶 那 怎么办 使用者还要再把它按叉叉吗 不合理的 所以记得哦 OK 所以这边的hide 我这边假设先没加好了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效果 好 做完了嘛 接下来的话 我怎么样启动它 很简单嘛 在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程序 叫什么启动表单 这个这个是标准流 启动表单 OK 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什么 home.show 这个OK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怎么样 再到这里面做一个 插入一个这个表单控制项 名称的话呢就是叫做启动表单 然后把这个表单名称复制一下 贴上一下 这个启动表单就可以怎么样 启动起来了 我们试一下 不过我刚刚好像还少写一个 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你这边有一些旧的 对不对 我刚刚好像忘了写一个就是 删除旧的工作表 所以呢 记得哦 这边的话 我在表单上面 多写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call 它的那个删除旧工作表 不然的话旧的怎么办 会卡住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完成 那应该不许 就把它射中断好了 OK好 接下来启动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home就show了 不过它现在呢 刚开始没有归零 所以它是全部都满的 那所以呢 我接下来就执行它 F8 归零 OK 再来怎么样 算出它总共几列 10列 必须要扣掉第一列 然后2到10 先抓到那个底下东西 然后先产生一个空白的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让它去下载 这个都一样 所以我让它执行 跑一下 4 5 6 7 8 9 后面怎么没跑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请你按Ctrl加Break 不然程式会start Ctrl Break 怎么还在跑 那可能是网络 网络连线关系 可能Yahoo那边server 是不是知道我们在抓它的资料 所以做动了一点手脚 OK好 没有了这个我乱讲了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因为刚刚没有home.high 所以变成使用者要怎么样 手动把它关掉 那所以我后来我刚刚不是有讲到 最后面可能要怎么样 要加上一行 这个 什么 这一行 加起来就OK 其他应该都OK 所以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 应该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启动表单 所以它会先把旧的先删掉 就开始跑 跑完之后呢 最后它会自动把它关起来 那程式就完成了 那程式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逻辑了 这次就没有问题了 那因为呢我们screen updating 而且现在电脑也非常的快 所以跑起来好像都没什么异状 那如果你希望能够跑多一点东西 你可以把这一列给 我刚刚是有插入一列 空白列 那如果你现在增加一列的话 可能你会发现 它这个时候呢 艰巨就更小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还把三十几个全部跑完 那这时候呢 当然如果有这个东西在这边 感觉 其实就会比较知道情况 所以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 当使用者可能需要等待的时候 包含就是下载资料 或者像刚刚更新资料 那个可能 如果你更新的资料大量的话 也可能需要 或者像转档 可能很多档案要必须转档 然后不断的跑回圈的时候 就可以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 我刚刚这个地方可能少mark这个了 所以自己再看一下 底下有原始码 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然后 待会的话当然 可以再想想看 因为后来同学又问了一个问题 说 刚刚是把股市资料怎么样 下载到很多个工作表 那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不用那么多工作表 我只要一个就好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三十几个类股 自动下载到一个 你不用新增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这个是水泥的 食品的 一直往后 那你就不用新增了 其实应该也不难吧 不用新增 只是写不写得出来的问题 可以想想看 外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实工作里面 不外乎应用 你想得到大概就这些 然后如果你想得到的 你都做得出来 那我想你会对于这些东西 这些工具 你会越有信心 而且会越用越有成就感 而且你应该就回不去了 以后叫你说 土法链钢慢慢去抓 我想说你可能会 就像你平常习惯 开车 或者是可能有交通工具 你突然叫你用走路的 我想你应该会觉得 哇 怎么这么远 可能才走几步路 你就觉得 哇 怎么这么远 所以其实当然 这个当然 就是自动化的好处 如果我们大概 从好处的地方一看 怎么样自动化